土生土長的Sarah對香港有深厚的感情 她接受爸爸的品牌《山手作》之後 專注於傳統的港式地圖小石 目的是希望大家品嘗到食物的美味 和感受到香港的情懷 Hello Sarah Hello Carmen 我們又見面了 這次你們做些什麼呢? 我們這次做薑味的土鳳梨酥 鳳梨酥?其實好像是來自台灣的 為什麼你會想在香港 做一個香港特色的土鳳梨酥呢? 因為之前疫情很嚴重 很多人都飛不到 他們很喜歡吃鳳梨酥 我就想想 不如我自己做一隻 香港特色的土鳳梨酥 我想問山手作的土鳳梨酥 和其他的鳳梨酥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是坊間台灣小的鳳梨酥 大家都覺得皮會偏向高點一點 但是因為香港人很喜歡吃曲奇餅 不如我做一隻皮 變成香港特色的曲奇餅皮的土鳳梨酥 餡料其實我們用了台灣的土鳳梨 它會帶有一絲絲的果肉 就會更加酸酸甜甜更加好吃 而且我們加入了我們的薑粉 我想問一下為什麼你會想到 用薑味去做這個鳳梨酥呢? 因為薑本身 其實其他產品都會有薑味的產品 我們發現原來銷量不錯 原來香港人很喜歡吃薑製的產品 加上我們的薑是從本地的新界收回來 一來又可以撐撐本地的農民 二來又可以將他們的生產產品 混入我們的產品給香港人吃 我想問你做這個薑味的土鳳梨酥 有什麼困難的支處呢? 我想最困難就是之前的研發 薑粉和皮怎樣混合在一起 但是發覺焗完之後 薑味也不會出現 我們就想了, 試過很多次 但你經常都是這樣 反而讓我想到的就是 我們不如把薑粉放進薑皮裡 當你一焗出來吃的時候 那種味道就才聞到薑味 你覺得大腦已經釋放了 對, 薑味 那你再吃, 薑味就出來了 原來要做一個有香港特色的 薑味土鳳梨酥 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Lennon, 我帶了一些 山手材的產品給你試試 薑味土鳳梨酥很吸引 它是淡淡的, 清新的薑味 它不是辣那種薑 所以我覺得挺有趣的 因為本身是鳳梨酥 是有點淡淡的 然後撞薑下去, 很特別 還有什麼好介紹 你可以嘗嘗這個花生酥 很脆 很紅的花生香味 甜度適中 除此之外, 還有三款 就是土鳳梨酥, 黑芝麻花生酥 和焦糖下果酥 這個土鳳梨酥 這次沒有薑味 但它的牛油味非常濃郁 這個黑芝麻花生酥 它的堅果是以低溫去控陪 一滴油都不下 所以是非常適合一些 追求健康的香港人 而這個焦糖下果酥 它是選用優質的夏威爾果 是非常有濃郁的堅果味 還有濃郁的香味, 甜而不漏 過時過節, 過年 必須要它們, 還在等些什麼 先買幾錢 薑味土鳳梨酥和土鳳梨酥 現在沉味價是88元一盒 限量200盒 那另外那些呢? 那這個花生酥和焦糖下果酥 那就是沉味價58元一盒 那這個黑芝麻花生酥 沉味價是95元一盒 那以上所有的山手作產品 如果買兩件都由九折加